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 满粒我们除了直接煮熟吃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它来做菜或者是包粽子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将生满粒剥出来 但说到剥生满粒,大家就特别头疼 不仅外壳坚硬 特别是里面有一层皮 紧贴在果肉上,非常难剥 今天小编就要教大家一个小妙招 让你轻松剥下新鲜板粒 首先我们需要先将新鲜板粒用剪刀切个口 或者用刀子切个口 就像这样 接下来我们加入适量的食盐 再倒入热开水 让它浸泡五分钟 五分钟后我们即可将盖子打开 现在我们只需要将板粒捞出 然后我们就这样轻松的将它剥开来 大家可以看到外壳和内皮都轻松的脱落 是不是非常快速又方便呢? 而且轻松的就将板粒的外壳 以及里面的内存一起剥下来了 我们再来看一遍 我们再来看一遍 是不是非常轻松又简单呢? 而且拨出来的板粒还是完整的 相信这个妙招一定非常的实用 而且大家都一定要学习起来 这样就可以让你非常轻松的 将板粒连壳带皮的一起脱落了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小编为大家带来的 轻松拨板粒的方法 别忘了按赞以及订阅哦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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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